《少计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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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祖贤 梅尔吉普森 曾经宏极一时的大明星们 谁能说他们没有好心态 有时候反而是太乐天派 疏于计较面子工程 青春就这么悄悄溜走了 所以若没有长期细致到 几经苛刻的保养 甚至不足为外人道的 高科技美容手段的支持 简林只是童话而已 我相信明星们都有各自的简林妙方 那么为什么有人总是看上去 比实际年龄年轻 科学的线索已经接触到了基因 当然并不是明星的基因 总比别人强 但它们总能够得到最好的呵护 用最新的科技成果 逆转老化 让基因回复到 人们年轻的时候最佳状态 明星们进进夜夜为各种品牌代言 当然也进水楼台 获得了最新最好的科技和产品 而作为公众人物的他们 便一边被人们追捧 一边永不停息地追求 和探索青春背后的秘密 而美容总永远没有秘密 从细胞到基因 突破性的科技资讯 从来没有弹注过人们的视听 历经20年 耗资30亿美元 通过6个不同国家的合作 20个普遍全世界的实验室 和上百位科学家的共同努力 终于在2003年 科学家们宣布发现 人体内含有20万到25万个基因体 而衰老最终是和基因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人的基因表达 再加上许多其他老化因素 决定了其衰老的速度 这种衰老不光体现在外部皮肤状况 也包括内部的细胞组织的变化 遗传信息在生命的任何阶段 都是相同的 但在老化的过程中 基因表达会发生变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 有些基因表达会增强 而有些则会减弱 从理论上讲 如果能够重新设定基因群组的表达 就能够让人们永保青春 在美国如新康书老中心 联合斯坦布大学 与全球著名基因研究权威机构 揭开了这个秘密背后的科学 他们在试验中辨识出 人体老化紧密相关的20到25个测证基因 并将其命名为青春基因群组 YGC通过重组这些青春基因群组 可以逆转老化现象并维持年轻 学习明星好榜样 已然成为了人们追溯流行的一致步调 明星们背着出街的包包 可以很快地引来长长的订购名单 美容盛品也是一样 明星们的脸带就是抢购的理由 如新Angelo K幻星系列 已经率先在美国全新上市 很快这股基因抗衰老的风肠 也将登入中国市场 大多数的时候 这些脸会被人们称为 娱乐圈的不老舌话 有时候他们会被调侃为 娱乐圈中的老妖精 人们相信 他们用许多常人难以接触到的技术 维持自己脸面的青春 这实在也没什么不好 老儿迷妖 娱乐圈就盛产这样的男人 并且还是为了继续娱乐大众 如潘影子 言过半把还是一脸纯真的 在娱乐江湖中混 谁也没有想到他特别扎眼 即使是男明星 也可以不甘寂寞的 评一张娃娃脸 称作十几年的长红岁月 而另一方面 也有人提出质疑 当这些明星 义无反顾地与岁月做斗争 在自己的舞台上 呼方自赏时 这种不老的传奇 可喜还是可悲 无论如何 这不仅仅是大龄明星们 抓住一点残留的荣光 还是一种永恒的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